故事发生在一个商场里 女孩发现保龄球屏后面突然出现一团耀眼的白光 商场关门后 值班人员从监控里发现异常状况 于是工作人员前去查看 竟然在保龄球机器后面发现了一只未知的猛兽 作死的他非但没有逃跑 反而还走向前查看 收到求救信号的小黑前往支援 听到恐怖的嘶吼声后 他内心慌的一批 尽管他拼命地逃跑 依然让猛兽拿下双杀 自从乔治从远古世界回归之后 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连搭档迪亚也瞬间从人间蒸发 并且没人认识这个人 迪亚不仅仅是他的搭档 如今两人还是难舍难分的恋人 乔治在起点消失前 想再次进入远古寻找迪亚消失的线索 但却被哈特等人拦住 从此乔治整个人变得失魂落魄 这天乔治来到起点研究小组 但小组已经鸟枪换炮 升级成了起点研究中心 可乔治对这里大部分人都很陌生 他刚进研究中心 就收到有人被怪兽袭击的消息 乔治等人带上装备迅速出动 以往的真枪实弹却变成了如今的麻醉枪 他们通过商场监控发现了恐龙的踪迹 那是来自于白厄纪的迅猛龙 而且这种食肉恐龙非常凶残 几人来到迅猛龙最先出现的保龄球区 果不其然 乔治在这里找到了迅猛龙穿越过来的七年 在商场闲逛的杰克四处贪吃 小赤货傻傻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大赤货 整个人都呆住了 幸亏机灵的艾比及时放下了防火门 乔治告诉哈特 千万不能猎杀这些远古生物 迪亚的人间蒸发 可能就是上次猎杀远古生物所造成 就在两人讨论的时候 前方突然传来声响 所有人严阵以待 没想到是一辆清洁车 保洁元见状立即举起双手 乔治让杰克和艾比将他送出商场 就当保洁元准备换衣服离开时 突然 没想到幼年的迅猛龙也如此恐怖 杰克两人小心翼翼地四处寻找 终于在桌子下面找到了他 艾比不停地催促杰克射击 没想到杰克这个小扒财 心里一紧张进一枪射在了艾比的腿上 在献祭了艾比之后 他独自一人壮的胆子与小恐龙继续周旋 你说他是个弱鸡吗 他却闭着眼睛都能将恐龙射住 与此同时 乔治两人也遇到一只成年迅猛龙 他静止朝着哈特扑了上去 他只好拿起一旁的盾牌分似抵抗 乔治健壮立即拿着麻醉枪瞄准迅猛龙 就当他扣下扳机时 麻醉弹却被卡住了 眼见哈特就要成为迅猛龙的盘中餐 突然一旁的机器发出一声巨响 迅猛龙被吓得急忙逃跑 得以逃出升天的两人继续追赶 就在这时 杰克推着无辜的艾比前来与两人会合 并带乔治见了那只小迅猛龙 乔治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们可能遇上了一个亲密的家庭 不出意外的话怎么样也有三口 乔治想用小迅猛龙来做诱饵 他把醒来的小迅猛龙用绳子拴起来 任由他呼唤族群的同类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一只成年迅猛龙找了过来 果然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乔治和哈特躲在暗处准备开枪时 艾比却在这时突然醒来 浑浑噩噩的他瞬间吸引迅猛龙的仇恨 迅猛龙逃跑后来到地下停车场 乔治和哈特借了几个鬼火少年的机车 与迅猛龙展开了一场追逐战 两人曾经也是叱咤风云的骑手 摩托车飘一家飞踹的操作 把鬼火少年看得热血沸腾 一顿吸引仇恨之后 他们成功把迅猛龙带回了商场 然后两人坐电梯逃离追击 殊不知迅猛龙就抓在电梯底部 就在他们以为逃脱追击的时候 迅猛龙一跃而上 把他们堵在了走廊上 眼看两人就要沦为美餐 关键时刻小趴菜杰克前来支援 就这样三只迅猛龙全部被逮捕归案 乔治决定独自将迅猛龙送回远古世界 进入远古世界后 他把捆绑恐龙的束缚解开 任务虽然完成 但乔治却并不想离开 认为这里肯定还有其他的起点 他想留在远古寻找迪亚消失的线索 就在这时 哈特及时进入远古 并制止了他的愚蠢行为 哈特说一旦起点被关闭 不但找不到线索 还会成为恐龙的美食 此时起点能量已经越来越微弱 再不回去可能真的要被困死在这里 在哈特苦苦地劝说下 乔治最终勉强同意与他回去 两人迅速朝起点跑去 恰巧这时迅猛龙苏醒过来 没想到乔治在迅猛龙的追赶下 跑得比兔子还快 他第一时间冲出起点回到了现代 可跑得慢的哈特却没有那么好运了 他的脚被迅猛龙死死咬住 三人用尽吃奶的力拼命拽着哈特不放 就在起点消失的前一秒 乔治爆发出洪荒之力将哈特拽回了现代 几人回到起点研究中心后 又有一位新成员加入了小组 乔治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人竟是人间蒸发的迪亚 但现在的他与乔治并不相似 曾经清纯可人的他 如今变成了妖娄妩媚的大胖妞 接下来乔治又该如何面对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下集